哈囉,我是Gin,好久不見,有沒有很想念我呢? 今天呢,我們要在空中再度的相會喔 中午時間要到了,我們就來做 義大利白醬的麵包 那我們現在首先準備的材料有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這個新鮮的Musharons 白色的這個蘑菇,我們這次只用到半盒就好了 因為一整可能蔬菜量太多 那這義大利麵,我們事前的那個麵已經先摺一半了喔 然後拍一個,這是我們的秘密武器 大家會跟大家講這是什麼東西喔 直接拍這個蘑菇就好了 這個是它的蒂頭 一般來講,比較不會吃這一塊 但是這個其實有 這個的話呢,其實它有豐富的三食纖維 可以幫助排便喔 其實這個部分,也不要丟漆 它也是可以吃的,只要洗乾淨就可以了 好,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是先 把這邊的蘑菇呢 把它做分類喔 這樣蒂頭呢,跟這個上面的蘑菇呢 我們就先行分開喔 各位觀眾,不好意思喔 那我們剛剛有插波進來 我們把它切成就是 呃,剛剛切的其實很薄 剛剛切的其實是這樣子喔 你可以看那樣子 可是其實它的薄度是非常薄 這邊大概只有 呃,三米左右 這個大概是五米 我們建議各位切五米的厚度 是比較適合在今天的料理上面喔 好的,那就先做到這邊 好了,剛剛切完蘑菇之後呢 我們要先煮麵喔 因為麵煮大概要十分 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喔 我們先將把那個 大概半鍋這種比較深的 鍋子喔 把它鑽滿大概半桶水左右 然後呢,水滾之後呢 我們就會加一些鹽巴 鹽巴的目的是 讓這個棉本身呢 有一些鹹鹹味 就是所謂的鹹味喔 我們加大概 醬 大概五公克吧 倒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是依照自己的喜好 那今天是因為 我跟家人一起吃 所以我量的話 要再控制一下喔 沙油大概是一湯匙的量 大概是 10C左右喔 同一時間呢 它麵可能會 會煮起來 記得打開蓋子 讓它泡泡往下 下沉一下下 就去蓋蓋子喔 然後 我們就先把那個 先把它 往下丟 這是那個香菇的頭 不是往下丟 先炒 因為這個比較容易 那個 不熟喔 有拍到嗎 我們畫面可以帶鏡看一下喔 好了 現在呢 你可以在畫面當中 可以感受到這個 蘑菇的香味呢 跟大豆的沙拉油呢 已經開始起了 美妙的化學變化了 好的 我們剛剛就是 要加點水進去 放出它快熟喔 大概兩大湯匙的水 大概是50-10C左右 好了 我們接下來要出現我們的 秘密武器 今天秘密武器呢 是準備什麼 就是我們去Costco 好市都買來的 這個蛤蜊濃湯喔 這個濃湯呢 其實它非常非常濃喔 它是一個 它很濃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 秘密武器來做成 速成法喔 就不用再煮白醬了 我們先把它倒進去 然後呢 來畫面帶一下喔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起來 就很像是真的 那個義大利麵的白醬的口感呢 因為本身這個醬很濃喔 所以 下去的時候要看情況 如果真的太濃的話 還是要加一點水下去喔 好我們就可以先關火一下囉 我們將麵呢 煮好之後撈上來喔 然後就開 一半的火 然後就是把那個麵呢 湯汁稍微收乾了 然後把它讓那個麵入味喔 好 好了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 義大利麵 白醬義大利麵 有蛤蜊 馬鈴薯 還有自己大量蘑菇喔 看起來是不是有讓你美味 覺得可口呢 在家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喔 痾痾辛苦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想要熱騰騰的美味 因為一大利麵就變得很少 因為我剛剛現在偷吃了很多 好 首先呢 我們先聞聞味道 味道聞起來啊 就是跟外面那種 義大利麵賣的味道是完全一模一樣 有蛤蜊的香味 白醬的那種奶油香 然後吃起來 真的還蠻好吃 其實我們今天如果說 再炒一些洋蔥下去啊 或是算撒那個花椰菜 它整體會看起來更好吃 或是炒一些培根也不錯 簡單的三目中呢 就可以做出輕鬆的白醬義大利麵 生活有距離 方便皆可行 下次與您空中再相見囉 掰掰